特朗普總統簽了這個行政命令 美國商務部也將華為子公司列入黑名單 對華為作為致命打擊 Google宣布中資和華為的合作 當然它的說法是暫時的 美國商務部有一個新的政策 對華為來說是鬆了一口氣 是甚麼呢 頒發了一張為期三個月 即90日的臨時通用許可證 允許華為不買美國製造的產品 以維護現有的網絡 亦可以用華為手機提供軟件的更新 甚麼是允許買美國製造的產品呢 但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華為仍然被禁止購買美國零部件 來生產新的產品 簡單來說 現在你已經出貨了 或者在市面上即使未能賣 那些未是最新款的手機 你就可以繼續在三個月內 可以繼續用更新的Android 可以用Google Play 可以用Gmail 可以用Google Map 可以用Chrome 去YouTube 用來繼續運作 亦可以繼續更新 這是為期三個月而已 不過新的零部件 新的晶片 對不起 如果要賣給華為 美國公司 就需要得到美國商務部的批准 得到美國政府的批准 商務部將羅斯解釋說 臨時通用許可證 允許 這個營運商有時間做出其他安排 讓商務部留出空間 為目前依賴華為設備提供 關鍵服務的美國和外國電訊供應商 制定適當的長期措施 商務部羅斯在聲明中說 簡單地說 許可證是允許華為現有的手機用戶 以及農村的寬帶網絡繼續營運 商務部將華為進入實體管制名單 引起一連串反響 包括Google終止與華為合作 包括英特爾 包括高通在內的晶片商 已經決定不賣零部件給華為 現在羅斯這個做法純粹是考慮美國用家的需要 不是考慮要放生華為或讓華為休息 考慮美國用的需要就是 美國人自己本身 是有用華為的手機 部分 美國農村 為何會一直都不肯簽 特朗普不肯簽行政命令呢 因為美國農村的 寬頻的營運 其實都是華為做的 所以一直都不肯簽 而且害怕受到這個影響 現在突然會全部停 手機的用戶 不能更新 美國農村的用戶 又不能用寬佩 於是當然會吵 會不會像西環一樣吵到拆天 是另一回事 但是 這也不是善待自己美國的人 那麼簡單 這是不讓華為 做一個司法覆核的借口 就是說我可以 因為你突然停了我 我有很大的損失 於是我可以在法庭上提出訴訟 說你的政策是違反憲法等等 因為他已經做過一次 就是他禁止 特朗普簽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聯邦機構 或者政府機構用華為的設備 他已經在告聯邦政府 告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說他是違憲的 現在就是 第一 給自己的用戶 是一個緩衝 或者是美國的供應商 有一個緩衝的機會 如何處理 用華為手機的人 以及美國的農村 寬頻的網絡 待會中斷了 很不方便 大家都現在進入互聯網的年代 有沒有辦法去替代 現在羅斯 這個90日的所謂寬限期 目的是 至於此 不是因為他要寬待 要放山華為 大家知道這個事件對於華為來說 可以是一劍封喉的 一劍封喉的效用在裡面 現在暫時來說 無論是任正非或華為其他負責人 反應都好像雲淡清風 輕描淡寫 譬如任正非 在接受內地媒體訪問 剛剛在昨天 他說已經預料了 我們早就預料了 這種被封殺的情況會存在 不過他仍然說 美國的科技也是很先進的 我們也要向他繼續學習 有很多學習的地方 不過我們也有 很多不同的準備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5G的開發 仍然比美國 先進幾年 一兩年的 所以我們科技是經濟考驗的 但我有一個疑問 我先詳細分析 對華為手機的致命打擊是怎樣 它對5G會不會造成致命的打擊 華為一直說自己 或者說吹噓自己 5G是領導全世界 拿了很多項專利 但必須記住 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的行業 尤其是高科技行業 永遠存在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想問華為的 世界上5G最先進的科技 已經進入最先進的行列 給世界上領先的地位 裡面所用的硬件或者軟件 有沒有美國貨 那些美國貨 是不是核心的部件 有沒有取代的方案 如果一旦 不是一旦已經實行了 美國所謂禁運 即是說 你要 美國的供應商 美國的科技公司 賣零部件給華為 要得到美國批准 如果美國一旦不批准 這個要搞5G 我就不批你 又知道晶片 換代換得很快 你團積也沒有用 我就不讓你用舊的 對於華為5G的發展 會構成什麼打擊呢 似乎到今天 沒有人做到這個分析 我看不到很多材料 都看不到一個 很詳細的分析 大家都集中在這個手機 我想問 有些高手可以教教我 華為的5G 不知道在美國的禁運令下 會不會受到致命的打擊 跟他的手機的情況一樣 這一點 當他一路吹嘘自己說 走在世界前列的時候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 不知道 究竟 會出現什麼情況 如何發展下去 好了 大家知道華為一直的說法就是這樣 外國的分析也是這樣 華為本身用Android的操作系統 現在Android是所謂開放原碼的 開放原碼的意思是 你不用經過任何批准 任用的你可以用的 不過 當華為一些新的 這個Android的新的 出動系統出來之後 你不放在開放原碼上 對不起 當Google說我不同合作 你不可以隨便可以用 換句話來說 華為可以更新 它的Android系統 不過 不是最新的系統 它只要在開放原碼上 放上去才可以用 換句話來說 你一直都是用舊的東西 用舊的東西會出現什麼問題 有很多Apps 是你不可以用的 譬如我一部手機 其實我家裡有舊的手機 想著可以繼續用 有些Android 是安卓的 繼續用 發現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繼續用的時候 要更新的新版本的Android 要更新 要更新 但手機太舊 它容不下 新的安卓的操作系統 就不能更新 停了 正如華為 它要停了 停了出現什麼情況 有些最新開發的Apps 你是沒辦法用的 因為它要在某個Android 的 這個版本 之後 之上才可以用 你低於它 它不能向下兼用 所以這是一個 華為最致命的問題 華為是在大陸不用的 Google的所有產品 Gmail YouTube Google Map Google Drive 我剛才說了這個 Chrome 很多其他的Google產品 YouTube等等都不用的 沒問題 你不用 你可以自己製造一個封閉的系統 你自己有自己的 所謂搜尋的平台 有自己的電郵軟件等等 你不用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是 在歐洲市場 華為是最大的份額市場 你計算一下 是差不多的 我看到資料 海外市場 華為首季智能手機出貨量 有5910部 2990部是屬於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的比率 同期增加41% 如果Google和華為中止合作的話 華為手機在大陸 你可以不更新 不用Google的東西 但是在歐洲 沒有辦法不用 如果沒有辦法更新 也沒有用到Google其他產品的話 那些人就會轉態 不會繼續用華為手機 對華為在歐洲市場的打擊 尤其巨大 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致命的打擊 好了 華為說自己有自己的 有些人告訴我 它已經在用部分了 是不是全部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晶片 它可以自主開發 當它做到 有些人說 這個性質 而且可能會有過熱的情況 我不熟悉 我只是看他們的回應 華為也說 有自己一個 自主開發的操作平台 有個名字 叫做什麼 叫做熊夢 是不是叫做熊夢 熊就是熊谷章節的熊 蒙就是蒙古的蒙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 由來是什麼 有一個自主開發的平台 這是Pan B 必有時候可以拿出來使用 其實我想起 中國 你也不要說他沒有努力 其實也有很多努力 他也想做很多自主開發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 好像是給電腦用的平台 PC用的平台 叫做熊旗 好像根據這個開放原本的Linux 去開發叫熊旗 我也看過一些文章說 中國自己 自主開發自己的平台的時候 那個艱難的地方在哪裡 我當不是偷來的 我當不是抄別人的 不是山寨的 真的是自主開發的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你搞了一個平台 沒問題 搞了 那篇文章告訴我 做了熊旗之後 後來很快 中國大陸自己的政府部門 都不會用這個熊旗的平台 不用這個熊旗的OS操作系統 原因就是 其他軟件沒有辦法配搭 譬如說 你用了這個熊旗 譬如Word 微軟的文書處理 這個 PowerPoint 做環燈片 Presentation 又或者 做計數的會計 你沒辦法配套 你用不了的時候 當然也有開放平台使用這些 但無論如何都沒有 跟Microsoft 微軟出品 那麼理想 有很多的缺失 於是 你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別人給你Word 你未必容易開得到 或者開了之後 有亂碼的情況出現 等等 於是怎樣 連國內的政府部門 都不用自己自主開發的平台 又說懷疑美國佬 懷疑微軟 那些平台 全部都有做間諜 不如不要用它 但是 沒辦法 最後 所謂紅旗的平台 我曾經研究一下 是不是都可以用一下 你知道我很好奇 最後就是無疾而終 不能繼續走下去 同樣道理 有其他的公司 比如微軟都有手機平台 有出過 但是為什麼不流行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其他應用程式 App 大陸叫App 是根本無法配合 簡單地說 除非 華為自己出的平台 純粹是自己閉關鎖角 自己的用戶 大陸的用戶用 如果不是 它是無法 其他App是可以配合 除非自己的App 開發了是配合在平台上用 都是限於中國大陸的市場 它怎麼能夠 在歐洲 有機會 能夠佔大量的市場 如果你是用得不方便 以及不流行的時候 這就是 自主開發平台 全世界都有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Android 現在只有兩大平台 一個叫Android 安卓 一個叫蘋果的iPhone iOS 微軟自己試圖做一個自己的平台 在這個手機上 最後都是不成功的 原因就是 這兩個大市場出來之後 其他App的配套都是根據這兩個來做 蘋果就是自己自主開發 所有App都是 配合到蘋果 但Android 其他App都是根據Android 如果有第三個 有什麼鴻蒙 其他會不會 軟機開發商會配合這件事 當然 市場大就要配合 我們有14億人口那麼多 那麼多人用手機 到你不配合什麼 這又有一個問題 市場大 是不是人家一定要 用很多方法 用很多金錢 用很多精力 要配合你的平台 都要有利可圖才行 你這個平台是不是很穩定的平台 是不是一個可行的平台 如果是一早拿出來用 為何到今天 仍然是藏起來 不拿出來用 不只 而且大家好像很陌生 很神秘那樣 可見這個平台是否可行 暫時都不知道 另一個 惹來一個很大的 大家的疑問 就是中國媒體 就是報導了一個新聞 一個圖片出來的 就是習近平和劉鶴 去到一個 稀土的 烏稀有金屬的產業基地 參觀 這個基地其實是在江西 考察稀土產業 有一幅照片出來 說中國稀土 是佔全世界的產量 是95% 也有些學者 我都提及過 如果要對付美國貿易戰 對付高科技戰 中國就可以打這個稀土牌 用稀土 作為武器 對美國禁運 對美國禁運稀土 讓你能夠做出 晶片出來 沒有稀土 可能你的晶片 完全不能出產 令到 在貿易戰上 中國能夠佔上風 這幅圖片 中國官媒 央視發佈短訊 習近平考察了 共州江西 金力永馳科技 了解企業生產經營 共州市 稀土產業發展的情況 劉鶴就要同一 陪同他一起考察 這個圖片或新聞出來 是否中國大陸 北京想釋放信息 你不要這麼過份 我們會打這個稀土戰 如果貿易戰是兩敗俱傷 殺敵一千 自傷八百 稀土戰可能 中國會傷過美國也不一定 第一 稀土不是你 只是你中國有 你說你95% 這個趨大了 有些人計算數 大約百分之七十 也很多 不只是你中國有 但你中國出口 是全世界佔主導的市場 這是無可否認的 那是不是 就等於美國 或者其他國家 完全用不了稀土 買不到稀土 除非你這個稀土 完全禁住出口 留下來吃 是不是 你不可能用得了 這個稀土戰 是一個非常大的 貴的 很有價值的 金屬 是賺很多外匯的 你不會自己存在 你不像石油禁運 因為打這場貿易戰 就以禁運稀土 而且如果你出口稀土 稀土在其他國家 有得賣的話 美國也不會 都會在以待斃 都會用自己的方法 買回來 這個稀土戰 是不是貿易戰 裡面的一個很大的策略 很重要的策略 很多中國的 比較民族主義的學者 都以此作為一個吹噓 就覺得這是可以的 如果是可以的話 就可能已經 會做了 OK 或者是正在做了 還有另一件事 特朗普接受 Fox News 和他同聲同氣的 美國媒體訪問 提到一件事大家要值得注意 他說美國要和中國達成協議 絕對不是一份 5050的協議 而是 中國一定要 接受美國的要求 因為他就快被關稅打死 中國就快不行了 絕對不是一份 5050的協議 那是怎樣呢 不是大家雙贏 不是大家各贏一半 美國人是要贏盡的 你想想 如果一個正常的 例如做生意人 除非是強弱懸殊 你沒有我這單單 你就乖老襯 你一定要根據我的 Terms去做 答應我 不然你能夠撿一半 這樣 什麼都答應了 現在 美國怎麼看中國呢 假假低人都是世界上 地大經濟體 你說不要5050 那你是不是要100去0 90去10 還是80去20 為什麼要取得這麼盡 為什麼要像往死裡打的感覺 美國整個華為的禁制令 我估計也不是臨時措施 是為了中美貿易談判 多些籌碼而做的 我相信也是一個 長遠的科技戰 究竟美國的盤算是什麼呢 最近班農 班農是一個極右派人物 曾經在特朗普的內閣 丹明園的重要角色 接受媒體訪問 重點是提到 列根時代 對付蘇聯的經濟計劃 升戰計劃 這個升戰計劃除了軍事計劃 也是一個 拖垮蘇聯經濟的重要戰略計劃 對付蘇聯的升戰計劃 是用軍備競賽的方式 因為他看中了蘇聯 非常重視或者懼怕 美國星球大戰的部署 於是 掀起了蘇共的領導人 軍備競賽的決心 最後大家知道 下場就是蘇聯解體 美國戰略的考慮 尤其是英派的戰略考慮 右派的戰略考慮 當年覺得對付蘇聯OK 今天他是不是用這個方法 同樣套路來對付中國 是想用貿易 想用科技 想用貨幣 想用軍事 去拖垮 中國的經濟 而使得中國 甚至像是捕蘇聯的後塵 中國我想也看得通 看穿這件事 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能力去反制 他會看穿的 蘇聯當年 死根 結果全包散了 中國 究竟 接下來會怎樣做 會不會死根呢 這一點 必須大家留意 會不會令中國因此而一蹶不振 今天這一輯 又有賣廣告 其實我們星期一 星期二 是不定的 看看哪有空 我和曾志豪會做一個 《志心與志豪》的新頻道 這條影片 昨天已經上了 我們YouTube的頻道 叫做《志心與志豪》 在Google或YouTube 做一些搜尋 就會看到 不怕侵 我們倆好像上升 有些朋友說 像港式上升 用一些比較輕鬆的 稀笑浪馬的形式 去說香港的時事 有別於我現在非常正經的分析 反應也不錯 但還未達到 可以收到微博的廣告費的門檻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那個門檻也相當高 我們有連結在地下 你可以看到 在說明裡面 你按進去就可以了 最好就訂了 按下鐘 通知你 最好看完影片 原來 門檻達到4000小時 即是24萬分鐘 看片的時數 然後才能超過門檻 現在好像 有一段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看《深藉口快》之餘 也可以看《志心與志豪》 多謝大家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可以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 用八達通的好易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用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週年 NO 機えー